在这个查的中间就第一个要拿下 为什么啊 我给你们讲一个细节 查谁呢? 张宏伟 我的这个敌人张宏伟 董文彪 史玉柱 柳传志 柳传志的女儿 还有这个抖音的张一鸣 还有陆木的老板 那个叫什么家 我们上当老乡 还不会讲英文啊 还有这个马明哲 胡舒立 大概一百个相关的人 你们记得啊 为啥我刚才问你们这个时间点 这个战友告诉我 把我笑坏了 10月3号 他是在哪上市 你都在蚂蚁金服 他是在香港上市 然后在上海上市 在这之前马云已经实际被限制出境 出境要报备 你家人出 你不能出 你出不能家人出 但那一次就马云呢 觉得没事了 也都谈完了 你该怎么上市怎么上市 马云呢就约好了 说你看明天香港事 那天是星期一 星期二就在香港上市 说星期二完了回到上海 在上海再敲锣 两次 这时候孙力军在里边挺不住了 交代了 说马云所有的股东是给江志成 给江家 曾家 还有孟 还有王岐山 怎么带迟的 然后交代了马明哲怎么回事 然后告诉了马明哲平安保险 多少钱在地产里边 保险资金出来多少 大概是9万亿啊 就平安间接直接投入到房地产的9万亿 和移出多少钱 然后美国的马云的带吃人是谁 然后吴征怎么在马云那块拿走了70亿美元 通过吴征 你们看到那个ID knowledge 那个公司 一个就34亿啊 其他几个十亿八亿的 包括这个腾讯音乐这些 吴征是帮助孟建柱 帮助孙力军拿走的钱 然后呢 马云呢又如何在美国记住啊 蔡中信 记得有个叫蔡中信的吧 多牛 买那个洋鸡 然后呢 刚刚在我对面买这个房子 全美国优势最贵的房子公寓 2.5亿 所有的这些房子 包括在这个海外的这个170个项目 就是马云藏着钱 借钱 背后老板主要讲这是 这钱可真是就大了去了 张老师报给其妻傻了 你说这说马云 你就到香港了 明天上市了 哎 你知道他们干什么 就咱那个哥们儿给马云打电话 我亲自给马云打电话 马云啊 我们现在觉得你应该在上海先上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对股票更有帮助 我们研究过 我们组织上还是希望你能成功的 大家记住啊 就在上市的前一天前两天我忘了 你记住王岐山当天讲话 要对市场加强金管 你们记得了吗 当天马云讲话反对严管 市场归市场 记得了吗 就在他打电话前三小时 所有网络上王岐山的加强金管 全部删除 而马云的全在那儿 你说马云 都兴奋了 哎呀我的这个被支持啊 你看我把王岐山都删了 你这个是对的 像当年派骗车锋回去 一样你要签字 我马云投你五千亿一模一样 马云坐飞机回去 飞机从这个香港起飞上去军机就跟上去了 马云知道完了 直接抓 抓多少人知道吗 高管公司第一波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的家人又涉及到两千多人